刚看到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啊 有人起诉了莫大作家 并对起诉大作家一事呢 发起了网络投票 今日正式发起网络签名投票 他的书籍涉及抹黑英雄先例 美化日军 以涉嫌违反英列法 所以支持起诉他的人 请转发并在评论区写下 真实姓名和家乡所在地 代表签名 网上也有人具体罗列了 他的不同作品中 具体哪一页哪一句 抹黑英雄先例或者美化敌人了 好消息是 目前支持起诉的人 是远多于反对的 不过评论区反对的人可多了 还都是高赞呢 这说明什么呢 朋友们 说明这次投票要留下所在地和姓名 敢投票的都是真人三观正的人 所以投票结果是支持起诉他的多 而那些评论区呢 依然并永远高赞的评论 是1450们吵起来的 他们不敢实名 只敢在评论区里嚷嚷 我说的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还是拉他们出来溜溜吧 看看他们怎么说的啊 就知道窝里斗 我们的教育真够失败的文姿域 充分显现了现在民粹的网络环境 投票的人都是文盲 小说写出了人性的复杂 这里看到了生物的多样 我国网民的知识素质低下 这事上纲上线的搞事情啊 不只是我们国内网络上有人这么说 听说了大作家要被这么多人起诉 歪网上的人急了 说这些人是疯了吧 可见他在外面的知名度有多高 众多阴阳怪缺的评论里呢 有一个还算是有逻辑的啊 写个小说而已 没人会把小说当历史看吧 其实之前我多次讲到过这位作家 很多朋友呢是看过的 那么针对这位网友的评论呢 我就简单说几句啊 对他写的是小说 但是有倾向性的盯着我们社会垃圾桶找素材 我们人民安居乐业不写 科技进步生活便利都不写 就知道写各种人民疾苦 作品压迫感满满 看了之后让人感受到各种不公 这样的作品主打的就是让外国的评委挨看 拿外国的奖 我们老百姓只要提出点不同意见啊 人家就说不能只允许赞美 不允许批判吧 你就批判了 还记得赞美俩字咋写吗 所以那个评论说 这只是个小说 没人把它当历史 那您可要听好了 我不把它当历史 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国真实的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中有些利息很重的人 就会把它当成真事 翻译成外文 拿到外国参选评讲 那些人就会把它当成真事历史 所以你说这样的作品没有问题吗 每次讲到他呀 很快我的视频就会被一群人贡献 所以大家且看且珍惜吧 最后为勇敢起诉 在网上发起投票的人点赞 事实就是事实 公道自在人心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总会来的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老套我也要说一句 有些人的结局啊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